现在全台湾进入了樱花季节 而且各地赏鸣知名的景点 包括了阿里山、日月潭 还有台中武林等等 一直到春节期间 恐怕都是可以看到 非常漂亮将樱花盛开的美景 像是新北市屋来 目前已经有五成樱花绽放 花期会一直延续到三月中 而有很多民众是计划赏鸣泡汤 目前告诉您 出现初一的围炉住宿 几乎都已经客满了 初二过后要定还得碰碰运气 桃红色山樱花朵朵绽放 枝头美得让民众相机停不下来 特别搭上瀑布背景 民众拿出自拍神器 要将美景留在这一瞬间 很多张 停不下来对不对 对 就一直在这边徘徊 还不想离开 有山游水蛮不错的 夏礼拜要带单元来拍 目前乌来樱花已经开了五成 预估二月初会有近九成樱花绽放 而且会持续开到三月中 所以过年期间民众还是可以赏到满山樱花的美景 甚至有民众已经计划到屋来围炉泡汤 长阳在天然温泉吸取份多金 或者独乐乐在景观汤屋边泡汤边欣赏窗外美丽山景 惬意跟巴黎老风一样 这种旺季的话不管是樱花季或一般冬天来说的话 一定要提早一两个礼拜以上 柜台人员电话接不停 樱花季开跑后饭店业绩再涨两成 一到假日就是客满 现在想来泡汤一星期前就得预约 但要搭上围炉套餐 春节期间除夕除衣已经订满 初二到初五还可以抢定碰碰运气 初三初四过后还有少数几间 全台进入樱花花季 包括新北淡水 北市的中正纪念堂 到台中武林雾峰 南投日乐坛 还有阿里山知名的白色雾摄阴 春节时刻迎接盛开美景 不妨趁着好天气来一趟赏银之旅 这里又阿布斯台北采访报道